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总统的滑稽飞行赛 艾森豪的天空去世 当我们谈到美国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White D.艾森豪尔时 通常会想到他在二战中的卓越军事领导才能 或者他在冷战时期的外交策略 然而 艾森豪威尔的总统生涯中也有一些滑稽的飞行去世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他的幽默感 还让我们一窥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面 让我们回到1950年代 那时候的空中旅行还不像今天这么普遍和安全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上任后 成为第一位经常使用空军一号 Air Force One的总统 当时的空军一号是一架改装过的洛克希德C-121星座 Lockheed C-121 Constellation 这架飞机虽然先进 但也有其局限性 有一次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飞行途中 飞机遇到了强烈的乱流 这种情况下 飞机上下颠簸 让人感到非常不舒服 当时 总统的随行人员都紧张得不行 担心飞机会出什么问题 然而 艾森豪威尔却显得非常镇定 他甚至开玩笑说 这就像是坐在一个巨大的洗衣机里 只是我们没有洗衣粉 还有一次 艾森豪威尔在飞行途中 飞机的空调系统突然失灵 机舱内变得非常闷热 总统的随行人员开始抱怨 甚至有人开始脱掉外套 艾森豪威尔看到这一幕 笑着说 看来我们要变成一群烤鸡了 不过至少我们还有机会成为第一批在空中烤熟的鸡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艾森豪威尔的幽默感 也让我们看到他在面对困难时的冷静和乐观态度 作为一位经历过战争和政治风暴的领袖 他深知保持幽默感的重要性 这不仅能缓解压力 还能鼓舞身边的人 总的来说 艾森豪威尔的飞行趋势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另一面 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官和政治家 还是一位懂得在困难中保持幽默和乐观的普通人 这些故事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人性和魅力 也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他多了一份亲切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奇幻沙漠探险 林肯的沙丘奇遇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既有趣又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 总统的奇幻沙漠探险 林肯的沙丘奇遇 这个故事虽然听起来像是从某个冒险小说中抽出来的情节 但它其实蕴含了许多历史和文化的深意 首先让我们回到19世纪中期 美国内战期间 亚伯拉罕 林肯总统 这位高大 瘦靴 戴着高顶帽的伟人 正忙于处理国家的分裂和战争 然而 这个故事却将他带到了沙漠的沙丘之中 你可能会问 林肯怎么会在沙漠里 这可是个好问题 据说 林肯在一次梦境中 被带到了广袤的沙漠 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 只有无尽的沙丘 和炙热的阳光 这个梦境中的沙漠 象征着什么呢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 这可能是林肯内心的反应 一片荒凉 孤独的心灵沙漠 象征着他在内战期间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和孤独感 在这片沙漠中 林肯遇到了一位神秘的老人 这位老人告诉他 沙漠中的每一粒沙子 都代表着一个人的希望和梦想 林肯听后 陷入了深思 他意识到 作为总统 他的责任不仅仅是结束战争 更是要重建一个 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国家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 他将一个历史人物 置于一个完全不现实的情境中 让我们得以从另一个角度 来理解他的内心世界 林肯在沙漠中的奇遇 让我们看到了 他作为一个领袖的坚韧和智慧 也让我们明白了 他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关怀 当然 这个故事也有其幽默的一面 想象一下林肯穿着他的高顶帽和长外套 在沙漠中艰难行走 这画面本身就充满了喜剧色彩 或许这也是一种提醒 无论我们多么伟大或重要 有时候 我们也需要在生活中 找到一些幽默和轻松的时刻 总结来说 总统的奇幻沙漠探险 林肯的《沙丘奇遇》这个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奇幻的冒险 更是一个充满哲理和启示的预言 他让我们看到了林肯的内心世界 也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在困难中找到希望和梦想 希望大家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启发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都能保持坚韧和乐观的心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总统的神秘古代石塔 华盛顿的历史探险 当我们谈到总统的神秘古代石塔 华盛顿的历史探险时 这个标题本身就充满了神秘和冒险的气息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揭开这些古老石塔背后的故事 并看看他们如何与美国总统和华盛顿这座城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 首先 让我们从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建筑 华盛顿纪念碑说起 这座高达555英尺的房间碑 是为了纪念美国的首任总统乔治 华盛顿而建造的 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灵感来自古埃及的房间碑 这些古老的石塔通常是为了纪念法老或神灵而建造的 华盛顿纪念碑的建造过程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从1833年开始筹划 到1884年才最终完工 历史超过50年 这期间经历了资金短缺 内战等多重困难 真可谓是一场历史探险 然而 华盛顿特区的神秘石塔并不仅限于华盛顿纪念碑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有趣的例子 国会大厦的圆顶 这座圆顶的设计灵感来自古罗马的万神殿 这是一座建于公元前27年的神庙 国会大厦的圆顶象征着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并且在建造过程中也充满了挑战和创新 当时的建筑师托马斯·沃尔特·Thomas U. Walter 使用了最新的技术和材料 使得这座圆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铸铁结构之一 说到这里 我们不妨来点幽默的插曲 据说在华盛顿纪念碑建造期间 有一次工人们发现了一块刻有这里有宝藏的石头 这让大家兴奋不已 纷纷开始挖掘 结果发现所谓的宝藏 只是一个装满了工人午餐的盒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历史的神秘感和冒险精神 更多的是来自我们的想象力和幽默感 最后 让我们回到现代 看看这些古老石塔如何影响着今天的华盛顿特区 这些建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文化和艺术的象征 每年都有数百万游客来到这里 感受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魅力 无论是站在华盛顿纪念碑的顶端俯瞰全城 还是漫步在国会大厦的园顶下 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震撼和敬畏 总结来说 总统的神秘古代石塔 华盛顿的历史探险是一个充满了历史 文化和幽默的故事 这些石塔不仅是建筑奇迹 更是我们理解和欣赏历史的重要窗口 希望大家在下次参观华盛顿特区时 能够带着这些有趣的故事 去探索和发现更多的历史宝藏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一些 美国历史上几位总统 在飞行、探险和建设中 所经历的那些有趣故事 从艾森豪威尔在空军一号上的幽默反映 到林肯的奇幻沙漠探险 再到华盛顿的神秘古代石塔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总统能面对挑战时的幽默感 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 总的来说 这些故事让我们明白 无论是深处历史的风口浪尖 还是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保持幽默和乐观的态度 都是至关重要的 正是这种幽默感 让这些伟大的领袖与我们更加贴近 也让他们的故事更加生动有趣 在深入分析这些故事后 我不禁想起 历史的魅力往往不在于那些严肃的数据和事件 而是在于那些充满人性和趣味的瞬间 就像在沙漠中迷失的林肯 或者在飞机上嬉笑的艾森豪威尔 这些瞬间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真实与亲切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有一些关于历史的幽默故事想要分享 或者你对这些总统的另一面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一起讨论 我们期待听到你们的声音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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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